而富里乡有多条的农用道路在去年 因为海葵台风损坏严重 其中吴江村产业道路夏边坡工程 花去寺香道夏边坡工程 以及丰南村山林农路 这三条附建工程 预计在8月底后会陆续的完工 那么也期待提供农友更安全 而且便利的寻田寻水的道路 海葵台风去年直扑东台湾 强劲与世重创花里南区乡镇 陷进最南端的富里乡 多条农用道路边坡发生摊坊损坏 影响农民日常寻田寻水的工作 经过了乡公所积极争取 以及办理重建工程 现在已经展开修复工作 江东城关心乡内公共工程施工品质以及进度 特别到工区会砍 督促厂商如期如时的完成工作 提供乡亲安全并且便利的交通 像这个工程啊 把原来的路面的照片跟现在完工的照片 可以结合 好 对对对 五江村产业道路下边坡海葵风灾 附建工程已经在今年6月开工 目前工作进度已经高达90% 预计8月底就能够完工 公所将定期监督各项的工程 确保各项的基础建设进度以及品质 记者高松双复理商采访报道